就在王小飞宣布真的想结束这一切了 又秒杀后 原本宣布停播休息的张岚又突然上播 这次她一反常态 没有商链接 没有带货 身边也没有小助理了 而是突然讲起了自己的生平 讲她的第一桶金 讲她的翘江南 讲她的前半身如何奋斗和努力 听完不得不感叹 张女士的心态和抗压能力 都太强了 不管网友是喜欢还是讨厌她 她始终坦然做自己 我说我的故事 我做我的事情 她在直播间回忆当年的奋斗历程 说自己是白手起家 去美国照顾生病做手术的舅妈 后来她又辗转到了加拿大 在唐人街打工 她给自己立了一个小目标 赚够两万美金 就要回国创业 在两年半的时间里 她每天打六份工 终于攒够了钱回国 开了阿兰九家 九十年代初 有个人要去抢她 结果她去国外看儿子汪小飞 亲弟弟在店里帮忙 结果弟弟人没了 后来阿兰连锁一开 就是一零年 她又以九千万的价格 把阿兰九家卖了 自己起名字 设计招牌 在北京国贸开了第一间 翘江南 翘江南开成餐饮界的 知名品牌后 又遭人暗算 逼她签了不利的合同 被从自己一手创立的 翘江南踢了出去 后来她又东山再起 靠直播带货从头再来 张兰 我作为一个女人 第一桶金桃的干干净净 这是我32年创业的心路历程 现在这几年 免费给小汪同学做代言 这一代货 我的小目标就是20年 直播间里张兰讲的激情澎湃 大幕里网友们 则纷纷表示佩服 张兰的奋斗史 和大S的百万账单 简直形成鲜明对比 我是真的很羡慕她的精神头 感觉张兰内心超级强大 她真的是内心足够强大 一次次从挫折和废墟中爬起来 感觉什么都压不垮她 有网友帮张兰和汪小飞算了一笔账 发现按照曝光的离婚协议 到约定的2038年 汪小飞一共需要付给大S 高达4.9亿台币 约合1.137亿人民币 这还不包括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 重大医疗费 也不包括大S每个月刷卡的百万购物金 而且两套房子写的都是大S的名字 金额之大 经到了不少吃瓜群众 就连顶级富豪离婚 都很少这么给的 等到合同中的2038年 张兰都80岁了 孟小飞也57岁了 两个孩子已经长大 又可以回北京分家产了 这么一看张兰还是挺不容易的 辛苦打拼了一辈子 好不容易养大了儿子 又要养钱儿媳和她的韩国老公 每天直播好几个小时 要和卖货赚赡养费 还要被儿媳说是卖酸辣粉的 老陆了一辈子 等她老了 钱儿媳恐怕还要带着孙子 孙女回来分家产 更心酸的是 张兰还在直播时提到 以前过年去台北看孙子孙女 她都是在外面住酒店 张兰 我这十年很少去台湾 但过年我会过去就住在酒店 小 非没有酒店的时候 我住其他酒店 有酒店后就住小飞的酒店 说到后面 张兰委屈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儿子父的首付 还的贷款 房子却写着儿媳的名字 家有四亿豪宅 婆婆过年去一趟还得住酒店 真是编剧都不敢这么写啊 分分钟被人骂成狗血雷剧 望小飞啊 与其大手大脚地灌着前妻 光头和张兰兰 不如好好善待一下自己的亲妈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请不吝点赞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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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打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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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